玉萍精心准备了皇上爱吃的饭菜 皇上对他宠爱有加 册封礼那天 玉妃早早穿戴整齐 得知蒙古来的嫔妃们都不来参加册封礼 可玉萍却毫不在意 养心殿负责扫扫的太监 很快拿到了玉妃想要的药 他刚交给玉妃的宫女朵延 就被永齐派人当场抓获 如意带永齐来向皇上汇报了调查结果 永齐查到了养心殿太监 不但探听消息 偷偷记录药物 还私下向宫外传递 而且这一切都是玉妃安排的 永齐还缴获了玉妃 让太监从宫外带进来的药 就让江太医亲自向皇上讲明 皇上压着朵延和太监 来找玉妃兴师问罪 玉妃知道事情败露 吓得魂不附体 皇上当场下旨 撤掉他的绿头牌 永远不许事情 还罚玉妃进足于自己的宫里 五指不得走出半步 皇上大力栽培永齐 对他为以重任 永齐腿伤旧急 时常复发 可他还是想忍着疼痛坚持 还特意嘱咐江太医 不要告诉皇上 免得他担心 另凭千锋百计 把田云儿送到了永齐的宫里 做侍女 还改名叫云角 让他找机会对付永齐 大雪纷飞的日子 云角特意堆了一个大雪人 可是没有安上鼻子和眼睛 永齐正好回府 云角便凭借三寸不烂之蛇 讲出其中缘由 他的天真可爱 聪明名利 成功地吸引了永齐的注意 当天夜里 云角又搬梯子 修燕子窝 让永齐帮他扶着梯子 永齐主动要求上梯子去修 两人配合默契 开心的有说有笑 云角温柔体贴 善解人意 很快赢得了永齐的真情 韩布向皇上 敬献珍惜的白玉 还带来了韩提的女儿 韩湘剑的画像 想把他敬献给皇上 皇上早就听说 韩湘剑貌若天仙 即刻下旨 让赵慧送他入宫 韩湘剑出发赶往红宫 他的未婚夫韩起 一路追赶 不料遭遇雪崩 韩湘剑眼睁睁的看着韩起 葬身雪海 他伤心的痛不欲生 韩湘剑千里迢迢来到京城 皇上大摆艳艳 欢迎韩湘剑的到来 太后和各公嫔妃 悉数到场 韩湘剑奉命 献上韩布的舞蹈 皇上正看得入神 没想到 韩湘剑突然拔刀向自吻 追随自己的未婚夫 韩起而去 皇上急忙派人拦住他 如意劝他 不要辜负父亲韩提的期望 太后警告韩湘剑 不要任意妄为 否则就会连累韩布 太后当即决定 在宫外给他安排一个宅子 让皇上给他一个 外命负的名位 再让他重新回到父亲身边 可皇上坚决不干 坚持要把韩湘剑 安排到城前宫 然后赌气扬城而去 太后和各嫔妃 都惊得目瞪口呆 皇上派礼遇 收拾好城前宫 赏赐了很多珍奇异宝 还派了宫女洗破 伺候韩湘剑 可他根本不领情 纯贵妃咳嗽多日不见好 永章来看他 纯贵妃心疼 他被皇上冷落 更可怜自己被嫌弃 永章对他好言相劝 让他安心养病 不要胡思乱想 纯贵妃眼看天色已晚 外面还下着大雨 就让永章先回去 太后把皇上叫来 反复确认韩湘剑的安置问题 皇上借口 可以利用韩湘剑的好人员 来密切打清和边境各部的关系 太后提醒他要掌握好分寸 皇上派人送来上好的饭菜 可韩湘剑就是不吃不喝 只是痴痴的站在窗前 眺望远方 皇上也一筹莫展 正好用其有事求献 皇上只好告辞离开